大家这是上海之星的时代广场直播节目 今天是8月23日 星期天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 我在时代广场向大家直播 今天时代广场的人还是很少 大家看到了很多 这个免费的椅子都在扣了 就做个功能 那么今天这个温度还好是81度 是80度 那么这是气温 还有天气是多云 现在是阳光照在我身上 阳光照在身上 那今天的时代广场 人丁稀少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疫情 所以国家和国家之间基本上面没有游客 商业往来也很少 所以基本上没有观光客 当然了 在美国其他的地方的来的旅游观光也有 为什么因为疫情很多人没有上班 所以旅游 这个游客还是有一点 但是很少 昨天看到一辆观光车 那么今天没有看到 那么很少 因为是疫情 疫情的关系 我在这里是宣传上海独立 用占领时代广场的形势 每天一个星期至少5天 到这边来举棋 那么刚才有幸正好碰到哈萨克斯坦的反共反华的朋友 在这边举行活动和他们合影 刚才和他们合影 那么建立了联系 相悦以后有活动 我们相互支持 互相参加 这是很高兴 这是今天的收获 向大家报告 今天我们要聊直播 要聊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 我把这个放下来 我把这个放下来 因为用手机直播 所以为了效果好一点 今天把手机翻转 所以看不到屏幕 我现在是看不到屏幕 但是我想大家肯定能够看到我 这样呢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会广一些 我想大家会感受会好一些 感受会好一些 今天谈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呢 是 前几天啊 美国有一只消息 在美国有一些消息 好像是杂志上面披露的 美国两位前政府的官员 为了好像是叫中情局的前副局长 还有一位是美国的参谋长联系会议的副主席 写了篇文章 两个人一起写了篇文章 什么呢 是 中共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人民解放军 会在明年1月攻打台湾 明年1月呢 是美国的大选之后 大选可能是在美国大选是在11月 大选之后攻打台湾 那么第二个议题呢 是 刚才在推特上面看到 有网友啊 放了是这个吴锡进啊 就是环球这个主编 环球日报主编的 吴锡进的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 吴锡进呢 咬牙切齿的说 在发表演讲 说 中国人民 中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他们的利益 是一致的 一致的 那么 我认为啊 我认为 确实这个议题值得谈 那么先谈第一个议题 2021年1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 习近平 到底会不会攻打台湾 大家知道 习近平在中国实行了独裁统治 他几乎是一个独裁者了 那么 中国听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共产党的 听习近平的 所以呢 我们把话题的名称呢 简说为 习近平 会不会打台湾啊 我们不要说什么中国政府 会不会打台湾 中国会不会打台湾 中国人民解放军 会不会打台湾 我们就说 这个因为这个 习近平 是拿起主要的 主要决定的 所以习近平会不会 明年1月会打打台湾 那我 我要反问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要反问 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 习近平 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 习近平有什么理由 要打台湾 习近平有什么理由 要打台湾 习近平 有没有必要 打台湾 嗯 我的回答是 习近平明年1月 不会打台湾 习近平 没有理由打台湾 习近平 也没有必要打台湾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习近平现在 他已经掌握了大权 掌握了大权的人 心里面一个字 文 尽量不要出事 尽量不要出事 所以习近平在各个方面 各个方面 不管是他的党内 还是国内 还是国际上 习近平他采取的策略 都是一个文 一个防守 有时候进攻呢 他也是为了防守 不管习近平和美国之间 和这个文 防守的一个态势 那么一个防守的人呢 是不会去进攻别人的 进攻别人 为什么 台湾对中国没有威胁 不是啊 这个中国不打台湾 打中国 中国现在不打台湾 过几年 台湾会打中国 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台湾议题上面呢 新平 没这个旗子飘过来了 我要我要说我要转一个方向 转一个方向 我看一下镜头 看看镜头 很好 所以习近平呢 是没有理由 没有必要 不会打台湾 打台湾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内 地位稳固 这个国家主席 已经是把任期取消了 很自然的 他会把他党总书记的任期取消 任期取消 至少或者至少 他会把 这是如果他培养了一个傀儡的党 总书记 那么很可能他要把自己放在一个 像江泽民 像江泽民 胡锦涛时期江泽民那种垂连天的 一定他会比江泽民 的权还要大 比邓小平 赵紫阳 胡耀邦 江泽民做总书记 那时候的邓小平的权力还要大 他会制造这么一个局面 他是守城 现在守城他开疆扩图 这个习近平的夺权 这个党务权 拱户权力的几个阶段 其实已经完成 已经完成了 所以呢 他没必要挑起 战争 而且这个战争呢 打不赢 打不赢 我认为打不赢 为什么呢 一场战争如果要打赢 天是地利冷和 天是呢 就是这个大环境 大环境就是战略方面 战略方面 美国正在和中国进行什么 进行贸易战 现在不仅仅是贸易战 现在上升为什么脱钩战 美国有趋势要向 要和中国脱钩 川普 美国政府已经换 要在经济上面 与中国脱钩 不是中共啊 是中国 中国包括谁啊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币 和华为脱钩 和抖音脱钩 和微信脱钩 都是脱钩 那么虽然说经济上面 那么在军事上面 在科技上面 在文化上面 在其他方面 没有 涉及到是不可能的 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经济上面脱钩 政治上面也脱钩 那么脱钩呢 比排华这个名词要好听得多 要相对来说要缓和 要温和得多 温和得多 所以呢 现在 在天使 中国和美国 现在这个形势下面 它如何能去打台湾呢 整个环境对它不利啊 美国在卡榻 在卡榻 在贸易上面 贸易战变成什么 经济上脱钩 像当年 中国共产党 中国的民解放军 在1949年 1950年的时候 要解放台湾 打台湾 那时候美国政府的态度很暧昧 今天美国的政府 美国政府的态度不暧昧了 如果打台湾 美国政府 美国军的军队 美军 肯定会持援 持援当然 当然是很多方面了 一个是支持台湾的军事力量 武器给武器啊 给这个技术官资源 对不对 改这个卫星啊 他不 如果他不直接参战的话 他可能会鼓动 这个把 中国的经济 航道 海陆跨道航道全部封锁 他如果不自己不站 就把你的这个 兵慢未动粮草 现在这个粮草 这个全部断掉 那你没办法打台湾 没办法投送兵力 啊 那么还可能动员美国啊 这个印度啊 澳大利亚 各种这个军事力量 对中国形成反包围 那中国不是要打台湾吗 打台湾 他肯定要在台湾四周 进行包围嘛 那美国会长包围 把你中共的这个军队 军舰 海军力量包围起来 空中海上都包围起来 所以韩战的时候啊 美国态度很暧昧的时候都 最后都派了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 那时候韩战爆发了 就是美国和美国不再起墙了啊 美国不再起墙 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 两个政府之间 中华民国和台湾 中华民国政府之间不再起墙 协访台湾 那么今天更是螺 今天是更是螺 因为什么 因为中共的这个态度很明显 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 不管是和平崛起 还是武力崛起 不管是你文明崛起 还是野蛮崛起 都要遏制 都要遏制 这个是不含糊的 这个国家利益涉及到国家利益 美国的国家利益 是放在第一位 所以天使方面 习近平不利于习近平 攻打台湾 那么地利呢 大家也知道有台湾海峡在 有台湾海峡在 这个台湾海峡就天然屏障 天然屏障 那也是很难 要输送兵力 要投送兵力 也是很难 这是地利 还有人和 人和吗 今天的台湾 自认为是中国人的 很少很少 因为是逐年下 现在是民进党 民进党这个党权 不是国民党 那么还有中国大陆的人民 近几年呢 也通过翻墙 到外面旅游 谁愿意做炮灰 对不对 记得很清楚 以前哪里有灾难 红十字会 号召大家都捐钱 现在是捐你妹 那么以后 如果打台湾 参军也是穿你妹 不会参军 也不会捐钱 因为中国人 对中国共产党本身是 已经认识的已经很透了 包括这个什么 中国红二代 中共党下的 蔡霞 他本来是 本身是红二代 他本身是 前几天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些人越是内部的 中共越是内部的人 对中国共产党认识越是深刻 一个投票组织 一个黑帮 那么老百姓渐渐的 这个红二代认识什么 那么渐渐渐渐的 这个官僚 这个当官的认识这一点 这普通老百姓也对中共也 也有一个起码的认识 所以金飞西比 金飞西比 不会中国人民 不会像在抗美援朝时期 这个韩战时期 这个支持捐钱 捐这个捐钱 支持这个解放军 制造志愿军 打这个美军啊 这个打南海 这部份的 所以呢 习近平即使有心 在两个一百年到来之际 就是明年是 2021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有心武统 也无力武统 有心无力 他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能力 武统 这是我对洋言 洋言 洋言 明年一月要打 中国要打台湾的一个讨论话题 喝口水 现在我们谈第二个话题 中国人民和中共和中国政府 在中华民主世纪上面 是一致 包括中国人包括海外的民营史 他们要中国好 对吧 名字我不点名 他们要中国好 要中国繁荣 强大 弱小又要被欺负 受这种经常的影响 还有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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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有责 责任 有责任 什么责任呢 当炮灰的责任 对 所以呢 这种传统思想 传统文化 加上共产党的思想 对 加在 叠加在一起 造成中国人 中国海外民营人士 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 可能全摆百分之一百一次 对不对 人和人之间 夫妻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朋友之间 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 这个看法一致 但是在 中华民族 苏星的这个意体上面 他们是一致的 他们是一致的 那么 当然了 我们要承认 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民族的 民族 民族 democratic 这个民族的 一个是过去世 一个过去世 一个过去世 已经台湾世了 在台湾 一个是在中国大陆 掌权统治权 还有一个未来是 中国民族 我们假设 再也是 或者再也是 在纽约的中国民族党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 这个中营 他们通化民族复兴 要通过强大的 这个想法是一致的 当然了 有人反对 有人会反对 我说 中国共产党 有的反共人士 会反对我说 中国共产党 不要中国 民族的 他们不要中国人民幸福的 他不要中国人好 照你这么说 蔡霞 任志强 这些共产党员 他们 在 在做共产党员的时候 他们 他们两位已经被开除 因为 这些恶臣呢 就 把他们两位拿出来做例子 他们已经被 中共开除了 没开除之前 难道他们两个人 恶恶恶恶的要中国民族 要中国不好 要中国堕落 要中国落后 要中国腐朽 吗 不是 不是的 他们也会要中国好 也是要中国好的 我认为包括习近平 你说习近平 要把中国往实力整 那太容易了 习近平把中国往实力整 很开太勇了 对不对 谎报哪里 开天地增压 对 太容易了 然后坚决和美国弹交 和美国停止一起往来 中国经济 跳水 跳水 对不对 很简单的 习近平 如果要中国坏 坏下去 落 中国落 中国经济崩溃 分分秒秒的事情 分分秒秒的事情 当然毛泽东也会为中国好 但是毛泽东时候的思想 那时候是共产主义 要解放全人类 全人类 那是确实会掏空中国的经济实力 把这个心事和金钱 都放在其他国家身上 别国家大国家的政权 那可能有点问题 对吧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 这是毛泽东 那么现在不是 现在习近平要中国强大 共产党要中国强大 反共产党也要中国强大 孙中山那时候也要中国强大 他们做的方式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 孙中山推出山民主义 邓小平 现在邓小平那个时候 推出这个改革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这都是要中国好的一个手段 那我相信这个蔡霞和教授和任志强 他们这种发声啊 骂习近平骂共产党 也是为了要为中国好 多法国人是喜欢骂习近平唇 骂中国共产党唇 为什么唇呢 因为他们认为习近平啊 我们都是为中国好 我们都要追过父亲 但你这种方法不对 你这种方法是愚蠢的方法 你这种方法呢 适得其反 你虽然要为要中国好 但是用这种方法呢 结果是中国不好 中国不好 所以骂习近平唇的人 记住 他们其实是和习近平是一条心的 要中华民主复兴 要中国强大 要中国强大 那么所以他们骂习近平唇 像这种人 反共反共 要中国强大 那么我们就要给你 我们就要给你 是 好 你 对 然后 你